你如果太黑的話 那你這棵樹就看不到了 就看不到了 所以呢 你在畫的時候呢 你要多想一下 我這邊有樹的時候 我該怎麼辦 好這邊呢 它是有凹的石頭 你就先把它凹 然後裡面再染一下 凹再把它染一下 那石頭就會有 有凸出來的感覺 就有凸出來的感覺 好這樣子 好 這邊呢 我們也快完成了 這邊我們也快完成了 那這邊一樣的 它也是 有這樣的效果 好這裡是不是一塊一塊的感覺 對不對 就是有一塊一塊的感覺 那我們就可以這個樣子 把它畫出來 那這裡呢 這裡我們就 就畫出來了 那這邊一樣 它也是 有一層一層的感覺 你再把它畫上去 畫上去 好 那換後面的時候呢 你要怎樣 你就要淡墨 就不可以用濃墨 就不可以用濃墨 因為它怎樣 它已經是在後面了 已經在遠處了 所以呢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有好幾段 前景 中景 還有什麼 還有後面的景物 所以呢 我們要如何去把它做出來 那你就要把墨 墨的色 要畫出來 好 這邊呢 因為很遠了 我們這邊要收尾 要做一個收尾 要做一個收尾 做一個收尾呢 你大概就是 欸 它雖然這邊都還有三沒有錯 我們就可能用眼樹有沒有 怎麼樣 眼樹的小樹 去把它帶出來 好 這樣子帶 好 這邊也是一樣 就這樣子帶出來就好 好 就這樣子帶出來 好 那這邊呢 你看起來就 欸 你也看不清楚它是什麼 但是它就是遠處的東西 它就是遠處的東西 那這邊呢 像這樣子我們就畫出 整個地圖畫 然後這裡 所以我先染了一次 對不對 我先染了一次之後 我這邊 腹部 會有倒影 你知道吧 這邊樹 這邊樹也有倒影 那知道吧 所以呢 我們畫的時候 我們在染 染色的時候 再去特別把它染出來 再去特別染出來 那這一張大概 這張就是那個冠影的畫 那我們就是大略 大略現在已經畫出 畫出這一張的整個 整個風景的一個畫面 那冠影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去把它畫出來 再去畫出來 然後我們可以再慢慢整理 整理呢 就是一些顏色 一些墨色 墨色要不要再加進去 都可以 你大概就是這樣